欢迎大家收看中国人事与政策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外长誓言帮助亚买家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迅速减少的未来将塑造未来几十年的世界 北京推动非洲国家增加使用人民币 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中国共产党对列宁百年纪默不作声 为何 钢铁国内生产总值和对中国数据的怀疑 请大家收看 中国外长誓言帮助亚买家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 南华早报 中国承诺支持亚买家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作为加强两国战略对积努力的一部分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访问加勒比国家时 做出了这一承诺 他表示 中国期待与亚买家加强在贸易、投资和蓝色经济等领域的合作 王毅还赞扬亚买家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承诺 此次访问亚买家是王毅访问非洲和拉美六国的最后一战 中国迅速减少的未来将塑造未来几十年的世界 雅虎 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段通缩期 过去三个月消费者价格持续下降 这是自2009年以来最长的一段时间 这个通缩期表明中国的经济模式已经失去动力 需要进行重组 目前 中国正面临高额债务问题 特别是在房地产领域 导致房价崩盘并导致消费者支出下降 这种消费不足导致需求下降 迫使企业降价以吸引消费者 政府不愿意向家庭提供财政支持 加剧了这个问题 许多中国人选择储蓄而不是消费 北京推动非洲国家增加使用人民币 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南华早报 中国银行BOK希望推动人民币RNB 在非洲贸易中的使用 作为中国去美元化推动的一部分 中国银行于2010年在赞比亚成立了其首家非洲子公司 此后又扩展到南非和肯尼亚 该银行宣布 其赞比亚分布将帮助推动人民币 在整个非洲的贸易中的使用 赞比亚是非洲第二大同生产国 大部分同都出口到中国 埃及和肯尼亚也在考虑发行 以人民币计价的熊猫债券 中国正在寻求增加人民币的使用 以减少其对西方经济制裁的脆弱性 它已经推动发行熊猫债券 以增加人民币的使用 中国共产党对列宁百年纪默不作声 为何南华早报 中国没有举行正式的纪念活动 来纪念苏联创始人马克思列宁主义 思想发展的关键人物弗拉基米尔列宁 逝世一百周年 虽然列宁和1917年10月革命 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他的遗产近年来越来越具有争议性 中国相反选择纪念卡尔马克思 这位德国思想家对列宁产生了影响 并且他的思想仍然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的章程中 钢铁 国内生产总值和对中国数据的怀疑 金融时报 中国的钢铁数据显示了准确衡量该国经济状况的困难 钢铁产量在去年12月同比下降了15% 与扩张的预期相矛盾 引发了对数据质量和潜在战略性低暴的担忧 以达到官方目标 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使用替代指标来补充中国的GDP数据 但中国对信息流的严格控制和数据透明度的缺乏增加了不确定性 尽管对官方数据准确性存在疑虑 但目前还没有全面的替代方案可用 中国人口定时炸弹即将爆炸 英国每日电讯 随着人口萎缩和老龄化 中国正面临人口危机 威胁到该国的经济增长和稳定 这是中国共产党长达数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的结果 该政策导致了性别失衡 劳动力萎缩和不可持续的养老金制度 尽管中共最近努力鼓励年轻人多生孩子 例如提供物质奖励 但人口下降仍在积蓄 此外 年轻一代对中共及其对他们私生活的控制越来越失望 导致消极抵抗 对中共光荣复兴的承诺缺乏信心 爱尔兰的精英们并不像他们自以为的那样友善 英国每日电讯 作者批评爱尔兰总理利奥 瓦拉德卡尔在最近的国事访问中支持中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虽然一个中国政策是一种外交术语 用于与中国保持正式关系 而非台湾 但作者认为瓦拉德卡尔对此的支持显示出对令人讨厌的共产主义独裁政权的奉承 并削弱了爱尔兰的进步言论 作者暗示瓦拉德卡尔对中国的立场与爱尔兰历史上令人担忧的政治盟友关系一致 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唯一的亚洲常任理事国 希望能够保持这一地位 南华早报 根据分析师的说法 中国决心保持作为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席位的亚洲国家的地位 并不会受到俄罗斯支持印度申请的影响 印度萨达尔帕特尔大学的助理教授Viné Koura表示 中国对印度的敌意在这场辩论中有所体现 中印关系最近恶化 两国在边境的紧张局势加剧 中国表示支持安理会改革 但没有提出具体建议 中国的主要建议是发展中国家应该发表更多意见 印度 巴西 日本和德国都寻求在安理会获得常任席位 但印度一直是最强硬的倡导者 国际危机组织的联合国主任Richard Gallen说 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表示 印度在联合国安理会有一个合理的位置 并称目前的代表团构成存在偏差 Gallen说 俄罗斯支持印度的申请可能是出于阻止美国盟友 包括日本和德国在国际机构获得更多权力的愿望 Gallen补充说 如果日本赢得安理会的常任席位 那将是中国的绝对底线 萨达尔帕特尔大学的Vinne Kowa表示 迫切需要改革安理会以恢复其效力和合法性 然而 由于不同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持不同立场 修改联合国宪章是一个巨大的障碍 常任理事国获得的否决权是另一个阻碍 由于地缘政治竞争加剧和分歧加深 安理会改革似乎是一场空想 Kowa说道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了几个关于中国的新闻 中国外长王毅承诺帮助亚买加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 这显示出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积极角色 而中国经济正在经历通缩期 这表明中国需要进行经济重组 此外 中国正在推动非洲国家增加使用人民币 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同时 中国没有举行纪念列宁百年纪的活动 这引发了人们对中国对列宁遗产的态度的思考 另外 中国的钢铁数据显示了衡量其经济状况的困难 加上对中国人口问题的担忧 中国面临的挑战可见一斑 最后 我们也看到中国希望保持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 这些新闻都涉及到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和挑战 我相信 随着中国的持续发展和努力 它将继续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那么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